監視器畫面拍下工人班建材進電梯 算一算一共是10箱 但業者卻說是11箱 家裡要鋪木地板找廠商來施工 卻有民眾控訴 懷疑被業者坑錢了 江小姐控訴家裡要換木地板 請廠商來估價 說大約4平出 簽約6箱板材約38000多元就可以 沒想到施工完後要繳尾款8000多 卻還要再補近萬元 原因是板材便用了8箱 坪數變成6.56平 廠商解釋工人帶了11箱板材 退了3箱總共拆8箱 讓他覺得劍數怪怪的 調閱監視器一看 才發現工人只帶10箱 所以應該是拆了7箱才對 畫面一出被打獵 業者才發現原來第11箱 放在車上沒有帶下車 後來主管就有跟我說道歉 他們的工法跟業務這樣的處理方式 但我不好受他覺得道歉 業者回應已和消費者溝通好 後來只算6箱板材價錢 會再對員工加強訓練 施工前後價格頻數有落差 難怪消費者打了負面評價 記得宋沛誠 陳香香 高雄 採訪報導 你經常這晚上睡不著覺啦 你很想要睡的時候身心放鬆啦 就會很需要這一瓶茶胺酸來調節情緒 同時還可以增強你們的抗壓能力 現在下定的話記得打上我的這個 折扣碼 CTI 717 弱於幫你來打折